連帖宥哉也成功壓制住對方的進攻 這個球出榜打到是游擊方向 哇 壘包上面的跑者有點危險了 現在要形成夾殺 這個球 結果沒有take到 沒有take到 裁判潘Safe 哇 自己的球被潘武雄閃過去啊 這樣就差很多 這樣真的差很多 鄭總這時候要上來 關心一下啦 哇 曾偉在旁邊比 應該是說有碰到肩膀 嗯 不過三雷裁判 他是來面對 陳瑞生 總教練 看到是走過來 應該是要來詢問一下 剛剛這是什麼樣的情況 不過陳江河現在就開始跟朱正裁判講 要求救一下那個二雷裁判布萊恩 是 因為布萊恩那條線上他來看啊 也蠻清楚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改判 就是要聽布萊恩的意見 不過朱正裁判 王俊宏好像 要三雷裁判自己先 先確定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現在布萊恩裁判的一個決定是比較重要的 已經做這個meeting OK 堅持 沒錯 開完會之後呢 跟鄭總 講了之後是 還是沒有改判 慢動作來看 我扯中這個慢動作看起來 三指線應該是成立了 手伸出去的第一時間已經 他已經退得太遠了 所以這種情況啦 實際上是可以讓三指線的這個tag 就成立起來